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从关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公司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财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 国际优质开始回落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DV经济年度人物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宇飞 提到银行业 可能人们想到最多的就是拥有全球市值最大银行 和利润全球第一等桂冠的大银行 如工农中建 但是我们今天想要关注的呢 却是名不见经传的两家小银行 他们没有国有银行的财大气粗 他们的客户也没有响当当的大企业 但是在日趋激烈的银行业竞争当中 他们却成为了中国银行业界 当仁不让的隐形冠军 记者来到浙江泰州 已经是华灯初上 面对马路两边不断闪烁的银行招牌 前来迎接我们的泰龙商业银行董事长王军告诉我们 作为全国拥有地方法人银行机构最多的地级市 在泰州 仅这条街上就有各类银行18家 我们泰龙生存发展 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 今年是泰龙商业银行成立的第17个年头 站在17年前 当时泰龙银行起家的这个地方 王军告诉记者 那时的泰龙只有办公室两间 员工7人 注册资本100万元 而今17年过去 其总资产已高达300多亿元 利润6.57亿元 原因在哪里 中国银监会泰州监管分局局长林奇 一语重地 我觉得他这个选择是非常明智 非常放弃大企业 赚做小企业 如果反过来他要做大企业 肯定没有停贴的 然而这种选择对当初的王军来说 却实在是一项无难之举 作为当时还仅是一家信用社的他 由于实力不够 底气不足 就只好选择那些 被大银行吃剩下的小企业 来作为服务对象 然而 由于他们贷款少成本高 特别是因为缺乏规范真实的财务报表 经营风险很大 为此 不少同行都在质疑 为小企业服务 泰龙银红旗究竟能够打过去 确实我们那个时候 也比较 有的时候也比较迷惘 惶惶 我究竟当初在想 这样走下来 有没有前途 怎么办 泰龙银行三品三表的 享乐信贷管理模式由此出台 在浙江拍照的这家图事公司 记得看到 泰龙银行的客户经理陈绝军 和他的同事 正在这里进行贷款考察 对于这家新贷款的客户 在现场记得看到 他们不仅对该公司的产品设备销量 以及电表水表进行了彻底了解 而且还专门跑到大街上 从侧面打听这家公司的经营状况 同志 你家在这里是吗 对 那我就麻烦一下 就问一下 你们这旁边有个什么鬼庙跟的 它进什么呢 不看企业的财务报表 而看企业的水表 电表和海关报表 不高高在上 看企业的材料 听企业的汇报 而是深入企业 调查老板的人品信不信得过 产品卖不卖得出 和鸭品靠不靠得住 这就是泰龙三品三表 小额信贷管理模式的实质 电表水表是机器的 没办法给 水表它也没有水平给 人品里面呢 一个是它的信用怀景 哪怕是民间的也好 银行企业的也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经营能力 不良四号 从这些方面的营销 基本上能达到这个资根之地 面对三品三表采访中 王军笑称 这是他们的土办法 但在采访中记者发现 正是由于这个土办法 才使得当地众多 求在无门的小企业 走上了发展壮大的道路 他叫运红波 是浙江绿加车业 有限公司的老板 创业15年来 他一直都与泰龙不离不弃 中间贷款大概贷有多少笔 从一开始合作 应该有四五十笔 15年的不离不弃 宁红波说 让他更多的见证了泰龙 对他们企业的人性化服务 由于小企业贷款 大多存在短贫及的特点 泰龙银行便就此制定了 一个三三原则 承诺老客户贷款三小时半截 新客户贷款三天内答复 有了这个原则 宁红波说 到泰龙银行贷款 就像用自己的钱一样方便 为降低成本 宁红波决定 向泰龙贷款五百万元 囤积钢材 但由于当时 他在泰龙的贷款受信 只有一百万元 他甚至希望渺茫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基于对他多年的追踪和了解 泰龙银行却果断的在最短时间内 将这笔贷款打到了他的账上 就当年那五百万的话 这一批的贷款对我来讲 就是应该说一个月不到吧 应该创造的效益至少这一百万 泰龙的钱好用 但泰龙的钱又不好用 为解决小企业因无抵押 而贷款难的问题 泰龙发明了一种 道义担保的贷款模式 简单的说 也就是儿子贷款 父母亲担保 老公贷款 妻子担保 父母亲贷款 儿女担保 这样不仅解决了小企业 因无抵押而贷不到款的问题 而且还把与贷款者 有关联的无限责任 体现了尽来 泰龙如此作为 是不是有点太狠了 有些这样的说法 好像你这个时候 把他家里的林区 什么进来的 不过我也得想 如果说你一个亲人 都不信任 我认为 作为民口 我没有理由 行 然而 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项贷款 却备受小企业主的欢迎 根据统计 截止到2009年 该项贷款 就占泰龙所有贷款总数的 百分之92.4 其中 不良贷款率 仅为百分之0.7 这不但大大低于 国内银行平均水平 而且还低于 许多国际一流银行 经过17年的发展 泰龙商业银行 从未小企业的服务当中 尝到了甜头 如果说这一定位 在他们创业之初 还多少是些无奈之举 那么现在的泰龙 则完全是以此为荣了 但是依靠浓厚的地缘 和人脉关系 从小地方发展起来的 泰龙银行 能够在异地 进行复制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泰龙学院第三期 军魂作战营所有成员 大 我们泰龙的市场地位是 向一业业丁行 泰龙学院第三期 军魂作战营所有成员 大 我们泰龙的愿景是 百年设计则 民主平台银行 记者在泰龙采访时 适逢泰龙第三期 新员工培训开营 在为期近两个月的培训中 目的就是要将泰龙 为小企业服务的 这一经营理念 根植到每一个员工的心中 而刘真杰 就是这样一位过来人 今年二月 伴随泰龙银行 上海分行的成立 他和他的同事 也随即被派到这里 进行市场攻坚 老板在忙吗 好 有时间吗 哪里 我们泰龙银行的 没事没事 简单聊聊 在上海开设分行 这是泰龙银行 跨区域发展的重要一步 在此之前 他们已经在 丽水 宁波 杭州等地 先后开设了 27家分支机构 但对进军上海 这个国际金融大都市 不少人却都持怀疑态度 作为一个从小地方 发展起来的商业银行 泰龙能在上海 能够复制吗 因为我们泰龙当初成立的时候是一个镇 朋友也就说 因为你在这个镇里面 你有客户 所以你做得好 你一开这个地方 可能就没市场 你这个泰龙这套模式 就不行了 果不其然 成长的烦恼随之而来 面对上海这个大都市 刘真杰和他的同事 都感到迷茫 市场在哪里 客户在哪里 到开始的时候 要分散 可能这边客户介绍了 有人在松江的 然后松江客户介绍 我们在铃铛的 就来那会儿会跑 时间都花在路上面了 就这样 两个多月过去 汽油钱花了不少 客户却没几个 作为泰龙商业银行 上海分行的行长 严强感到压力巨大 我觉得中东还是找不到方向 哎呀这么大 市场这么大 然后呢小客户呢 就散在各个角角落落 我们怎么去做 然而王军却通过调液 发现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小企业贷款难 在全国各地都已变存在 其中在上海 仅各类专业市场 就有两千六百多家 但获得过信贷支持的小企业 却还不到总数的百分之八 我发现了城市的沙漠 这些大城市里面 这个小与微小 个体工商货 还有全国各地的新上海人 小的 这一类这个企业 这个融资需求还是很大 为此王军断定 泰龙银行上海分行 缺的不是市场 不是定位 而是想法和干法 母航对这个定位接地会 不允许任何人 突破我们的 摇摆我们的定位 给变我们的定位 怎么办 通过合并同类项 泰龙银行上海分行 终于找到了社区化经营 这把撬开上海市场的金钥匙 按照他们的原则 凡是同类人群 同类行业相对集中的地方 就都是他们泰龙 横打猛攻 率先推进的战场 而这个名叫 地平线通信市场的地方 就是他们功课的第一个战场 它是比较典型的社区 行业也比较集中 我们的客户呢 也来自一个地方 相对做起来就是 相对比较方便 效率就比较高 于是 整个上海的形势 为之大变 比如说像专业批发市场啊 比如说一些成熟的工业小区啊 比如说通过商会啊 协会啊 这样一些组织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小企业聚在一起 那么能够信息对称 我们能够打听得到 通过我们泰龙的这个三平三表啊 三三次的这种形式的 我们能够真正的把这个客户的情况 能够了解到 截止到目前 泰龙银行已在全国开设了 二十八家分级机构 而其中五百万元以下的小企业贷款客户就占到了所有贷款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七 户军贷款额度仅为四十一点五万元 而不良贷款率也从未超过百分之零点七 舍大取消错位精盈 王军说 这就是泰龙活到今天 并一直活得很好的仿证 坚持 我们的市场定位不动摇 这是我们的使命 17年的坚持 浙江泰龙商业银行蓬勃发展 道路也是越走越宽 而作为这家银行的董事长 王军却说 他有三个想不到 第一个呢 是想不到泰龙信用社能够准备成为城市商业银行 第二想不到他还能够跨区域发展 第三个想不到 就是国家对小企业融资支持的力度那么大 面对王军的振翻感慨 远在内蒙包头的包商银行董事长李振熙更是颇有同感 因为两家相比 包商银行贷款服务的对象层次更低 额度也更少 所以在人们的心目当中 担当的风险也更大 但是让李振熙感到欣慰的是 包商银行在这种服务当中 获取的利润却反而更高 一分钟的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包商银行也是一家小银行 它的客户比泰龙的还要小 被叫做是微型客户 这其中有摆地摊的 有卖菜的 而这些人通常会被大多数的银行拒之门外 但是却成了包商银行的优质客户 因为包商银行靠的不是抵押物这根救命稻草 而是对客户彻头彻尾的了解 记者来到包头 正碰上包商银行在招聘微小企业信贷员 现在有一个菜市场卖菜的客户 你认为他是包商银行的客户吗 是 我确定他是 因为我们包商做的就是微小企业大康 我觉得 你说的这个卖菜的 只要他有自己很好的一种经营方式 即使是卖菜的 他也能发展起来 经过几番筛选 包商银行决定只留用三人 然而让记者感到吃惊的是 这三人竟全是既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又全无相关专业特长的人 这与过去那些传统的银行招聘相比 简直有些风马牛不相及 首先就应该是我们更喜欢这种一张白纸 就是不强调他学的专业一定是经济金融类的 财务类的 另外就是他的从业经历不需要他一定是干过信贷的 干过银行的 干过什么担保行业的 因为我们认为 也许他带着传统的观念去工作 我们会浪费更多的时间 和传统的银行信贷工作不同 采访中包商银行董事长李正希说 和那些大银行相比 他们包商服务的都是那些比小企业还小的微小企业 在包商和这些人打交道 不转变观念 谁都不可能干好 可以摆地摊的 卖油盐酱醋的 上花椒调料的 有的甚至是可以说是没有工商注册的 登记的 你看这样一个客户群体 确实我们感觉到 作为过去我们传统的信贷文化奖 那是不可思议的 既然如此 那么包商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采访中李正希坦言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998年年底 包商银行成立 当时其总资产只有7亿多元 由于受大环境的影响 当时的他们也走上了 磅大款累大户的道路 和其他银行共同竞争 大企业大客户 然而 由于规模偏小 资源有限 没过多久 包商银行就感到力不从心 包头是一个中工业城市 就这么几个大型国有企业 所有银行都争先恐吓 为他们服务 那么大型企业竞相压价 原来利率是上幅 现在利率下腹 这个越往 越给大企业贷款 效益越低 怎么办 痛定思痛之后 包商银行决定 以退为进 将客户定位逐步下沉 先是大企业 然后是中型企业 最后倒小企业 然而伴随业内同行的 互不紧逼 这些区域的竞争 也日渐激烈 包商的下一个蓝海 又在哪里 发现还有一种事实上 就微小企业 这一块 这个市场也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调研一下 包头这个地区 就是除了公司 有个人零售业务 那么在工商 注册登记的这样的企业 就有六万多户 那么这块下下文人馆 此话已出满座结晶 跟微小企业打交道 一无抵押 二无担保 三无规范的财务报表 有的甚至连工商执照都没有 贷款给他们 包商靠什么来抵御风险 你反正我说这不可思议 不可能 怎么想象可能 这边卖水果的 旁边的一个小超市 你给他贷款 怎么收呀 怎么考察 他没有报表 当时我是办公主任 他是行长 我不停在他耳朵 我说这个 这个项目不可能的 我这儿都肯定停 原来的老领导 也一百个不放心 一万个不服务 李正熙立下军令状 如不成功就地免职 但面对这个 人人谈之色变的 微小企业群体 包商究竟应该怎么办 才能使之 成为自己的优良客户呢 所以我想要想做好一个事情 这个 不一定非的 要求别人改变 如果我们自己改变改变 可能达到效果的一样 那你们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就是坚决打破迪亚物崇拜 坚决不依靠迪亚担保 这个坚决不跟客户 要财务报表 大一堂要的一些东西 你们都不要 我们都不要 业内舆论一片哗然 然而事实却出乎人们的意料 在内蒙古科技大学 记得见到了侯鲁飞 他是这家校园打印社的小老板 这天他表现得十分高兴 因为还款信誉较好 头几天 他刚从包商银行申请的又一笔贷款下来 他现在是第几笔贷款了 现在已经办了第三笔贷款 第三笔贷款了 他三号第二笔贷多少钱 第二笔给我贷了四万块钱 现在又贷了三万 现在又贷了三万 这已是侯鲁飞创业一年半以来第三笔贷款 2008年刚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他开始创业经营这个小店 然而由于流动资金短缺 不久小店就面临关张 怎么办 就在他求贷无门之际 包商银行 给予了他三万元的微小企业贷款 麻烦不麻烦的 不麻烦 一点都不麻烦 非常的顺利 我准备就是因为我那当时没有结婚 没有结婚 他就是说让我提供这个单身证明 然后再有就是说我第二 当时已经经营了就是这几个月的过程当中的这个流水账 然后再有就是说找一个有 在大中型企业的这个工作的稳定度 朋友或者亲戚找一个担保人就可以了 为此侯鲁飞充满了感激 无论生意好坏 他都按时还款 用他的话说 即使借高利贷也不能拖欠包商银行一分钱 根据统计 自2006年包商银行开办微小企业贷款以来 企业不良贷款率仅为百分之零点四四 还不到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的三分之一 都说小企业没这个没那个 当然我们感觉其实这些弱势群体 这些小企业他正点非常讲诚信 因为对于他们这个群体来讲 可能这辈子都没有过金融的服务 那么他突然有一家银行 既不要他的报表 也不要求他有正规的管理 也不要求他有什么抵押物 那么这样真心的给他服务 他会非常发自内心的感激 但是你不能保证每家微小企业都这样 对这个主要是我们有一套独特的交叉检验的技术 记者在包商银行采访时 正好碰上该行的微小企业信贷员王靖 来到这家小超市进行放贷调查 中秋节快到了 老板准备贷谈五万元多进点货 王靖就是来看看他的偿还能力如何 然而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 对这家超市的调查 王靖居然从盘货开始 在现场记者看到 为了弄清超市的存货 王靖和同事竟然把超市中 每一件物品的名称数量价格等 都要登记下来 然后将之纳入包商专门为之设计的财务报表 在结合店主以及他人提供的信息 最后判断出这家超市的现金流 是好是坏和他的还款实力 整个过程颇有些明察暗访 追根溯源之风 我们有句话 改变不了别人 改变自己 就是他没有的东西 你非要要 那不现实 那我们只能是他没有的 我们不要 这两个才能结合 别说 爸妈还都留给自己 对 你只有这样做 你才能够对客户有个透彻的了解 否则那你不了解 为什么这个 我们国家银行贷款 一直以来 靠这个拿这个抵押物当救命到场 从心理上说 从根本上说 就是对客户有没有还款 能力心理没底 从为大企业服务 从为大企业服务 到为中小型企业服务 再到为微小企业服务 采访中记者发现 抛弃抵押物崇拜之后的包商银行 其目标定位 虽在步步后撤 但其利润 却在节节上升 2009年 他们的微小企业贷款盈利 2.6亿元 是2008年的两倍 2007年的32倍 用占全行不到5%的资金 实现了全行25%的利润 所以我们给自己讲了 没有不还款的客户 只有做不好的银行 那么现在我们找到了 适合于我们服务的 这一些客户群体 我们开玩笑 这是一个天仙配 小企业和微小企业 他们需要我们 我们其实更需要他们 银行业金融机构 冷静的思考 冷静的定位 冷静的去块市场 转变自己的经营里面 转变自己的经营方式 采访结束又是晚上 在报上银行 记者又碰到了 这位叫王静的 微小企业信贷员 闲聊中他告诉记者 那家超市的贷款方案 由于某些细节 没有搞清楚 审贷会上没有通过 这意味着 他还得再跑一趟 看到记者有些惋惜 他说 为微小企业服务 这很正常 随着我们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随着我们银行业竞争的 激烈程度 我们很多银行的经营的模式 盈利模式 以及监管的一些思路 都在进行 重新的反思和调整 那么这些小型企业 微小企业的 金融需求正好是 我们这些中小银行的 优势所在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小企业贷款难 人所共知 其难度 一是在于这些微小客户 管理不规范 贷款风险大 二是在于浪费人手 交易成本高 而大企业贷款 一笔就是几千万 甚至是上亿 小企业贷款呢 每笔通常也就是个 三五万 十多万 最少的还贷过几千 既费力费神 又风险巨大 这就是那些大银行 不愿为之的原因 但就是在这种 别人不愿为的地方 泰龙和包商银行 却掏出了金子 没有不还款的客户 只有做不好的银行 改变不了别人 就一定要改变自己 这是泰龙和包商银行 一直以来所秉承的经营理念 这不禁让人想到了 孟加拉的穷人银行 正是秉承着 对客户的信任和了解 依靠也许只有 一百美元的贷款 穷人改变了命运 而银行呢 获得了发展 被认为 没有任何信誉的穷人 成了最优质的客户 事实上 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 大型企业和集团客户的融资方式 会逐渐的从银行 转向资本市场 只有小企业和微小企业 才是银行业最终稳定的客户员 泰龙和包商银行 这种做小不做大的发展 和转变之路 已经在证明 伴随着银行业市场竞争的加剧 必要的市场细分 和差异化的竞争之路 将是我国银行业 今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另外您可以登陆我们栏目的百度贴吧 进行互动讨论 或者是您有什么好的线索 以及建议 可以发到我们栏目的QQ83083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